你让我们怎么作为 别叫什么三级了 我辞职我不干了行吗 好啊 我代表光明区四十三万老百姓谢谢你 你应该推大 李达康 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当地 李达康多次指示孙连成对信访局窗口进行整改 但宇宙区长胸怀宇宙不为所动 不料沙瑞金突袭光明区信访局 匆忙赶来的李达康看到窗口前陈列的一排小竹凳和几块小冰糖后 瞬间傻了眼 沙瑞金对李达康一番戏谑后 缓缓道出对孙连成这类懒政干部的应对方案 像孙连成这种干部 他不是无所谓吗 连将三级 看他有没有所谓 李达康为了将功补过 没有片刻犹豫就向沙瑞金积极表态 上手机 这个试炼就在我们京东开始吧 好啊 在得到沙瑞金的肯定后 攒了一肚子火的李达康 就给了孙连成一个下马威 随后李达康的讲话 可谓是锋芒毕露 句句不留情面 而此时李达康的讲话 通过直播被正在陪领导打篮球的白秘书看到 便是直接汇报给沙瑞金一同观看 知道老百姓怎么说吗 老百姓说苍天有眼哪 让你们各位下岗 是老百姓的福分 看着李达康如此犀利的言辞 沙瑞金都忍不住发出感叹 李达康是真敢说的 少许家 我认为李达康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的 我看也是 现在的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当官不作为了 就在两人看得兴致勃勃的时候 田伯父踢着正步走到了二人面前 在得知二人正在观看李达康教育懒正干部时 忍不住吃瓜的心 赶忙加入其中一起观看起来 恰好此时的李达康已经把矛头放在了宇宙区长身上 众人目光齐刷刷地聚在孙连城身上 区长纵使眼睛瞪得像同龄 也难免遭受李达康的一番语言攻击 除了当着众人面指责他喜欢看星星以外 甚至说起了安排他去少年宫当个什么校外辅导 一连串的语言输出和精神攻击后 区长终于忍不住爆发 我查了一下 这是整部剧中 孙连城唯一一次正面反抗李达康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何况堂堂区长要在众人面前备受羞辱 孙严面前当不当官无所谓 反正压根就没响声 于是孙连城撂下一句狠话 直接摔门而去 李达康 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倒计 李达康的霸道作风 让看完直播后的沙田配心中一阵骇然 于是两人来到办公室 一坐下田国父就针对李达康的作风问题提出看法 其实像李达康这样的一把手最主要的问题是权力缺乏监督 这很危险的 于是为了降低一把手的绝对权力 沙瑞金提出必须要有一个监督一把手的存在 而两人还贴心的帮李达康找到了这位人选 我去见读李达康 谁来见读刷月记